做完了,你不用先看这个video哈,你们先做先,然后才到回来看这个video来检查你们的答案啦 OK,那些做完了,我们来讨论啦,我们看这个objective先,第一题 OK,这个很简单啦,他问你哪一个是Buget Faisal,Buget Faisal在哪一个Bangaran,还是在这个B,这个是BangaranTD王s啊 很简单啦,然后第二题 Dataran Johor的activity,适合做什么activity,我讲过了Dataran Johor有那个Tana,Tane Addovium 适合做什么,做那个,还有做那个Bali,然后B'Alu,然后适合做Nanas,对不对,所以是B'Tanian 然后第三题呢,他讲什么,为什么Agro-Plan-Jongan,Agro-Plan-Jongan是什么 就是讲你一边去看,去旅行,然后再顺便看它的四周围,去看菜啊,看那些植物啊 他讲,为什么适合在这个Cameron Highland,进行呢,还有这个昆达上,因为它的温度,它温度是Sedhana的,所以它温度很凉爽的啦 然后第四题,Delta Rajang,Delta Rajang叫你,在这里,在这个Sedhana Rajang这里啊,在Sarawak这个地方 然后第五题,第五题的还是问哪里,问什么问题 他讲,哦,哪里一个是Process Permendapan Ombak Permendapan Ombak是哪一个,这个咯,Turbing Basay 还有哪一个,还有这个Anak Tan-Jong,也叫做Turban-Jong啊,就是一跟二咯,很简单啊 其他的都是那个Hakisan Ombak,第三跟第四的,这个是Kobang Laot,然后这个是Turbing 然后第六题,哪一个Bentuk Mubi啊,我们可以在海岸边看到的 就是Turlok跟Turlok跟Turlok,就是B,很简单啊,这一题也是 然后他讲,Apakah proses pembentukanMuka Bumi di bawah? 安ak Tan-Jong跟Pantai berproses将新成的,就是Permendapan Ombak 这个我讲过了啦,在三个影片我讲过了的 然后第八题,他讲,Pusat Perdagangan Awal dan Tapak Tamadun di negara kita 他讲我们在原始啦,原始人他们居住的地方跟他们开始做这个贸易的地方是在什么环境 在什么Kawasan?Pingka Laot? 还是Tanatinki?还是Tamabaman?还是Lambangan Sunai? 答案是Lambangan Sunai 所有的那个Tamadun,不管是外国的也好,我们本地的也好啊 这些Tamadun Awal的文明社会都是从河边开始的 所以是Lambangan Sunai 答案是D 都对啊,这个objective,简单的啦 好,我们来看这个填充题 这填充题是上个lesson 上一堂课我们已经做过了的 他讲你Nyatakan Buntuk Mugubumi di Terdapat di Malaysia 所以第一个,你看到Kawasan的就是Tanatinki 然后这个是平地的,有中道的就是Tanabama 我写答案给你们了,你们可以自己看啊 然后这个呢,有河流,一些Sariran也可以对 或是Lambangan Sunai也可以 然后这个海边呢,就是Tingka Bantai 当然这个试题应该要对完啊 然后第二题就是我们今天学的 这个问题是什么? 这个啊,点点点点,是Satano Bantai 然后这个叫Laguna 然后这个叫什么?这个是Satano Bantai 然后这个什么?Anna Tanjung 或是The Tanjung都可以 OK,The Tanjung我写给你们了 OK,The,或者是The Tanjung 然后这个是Bulao,岛啦 然后这个,让陆地跟岛连结在一起的那个Satano Bantai 好,我们准处看第三题 好,看第三题 OK,第三题,它是要你做一个Anal Plan 可以看这个图,这个X和这个Y 它问你,X是什么文实文下面?". 跟Y是什么文实文的? X很简单 你看有这个山洞啊,在这个悬崖下面有一个山洞啊 然后当山洞经过海浪的侵蚀之后,就会形成哥邦拉奥 然后他讲,这个Y跟X是受到什么样的Process来形成的? 就是Process,Pakistan,Ombak 这个也是应该要对的 然后C的呢,它是讲 即刻本土MugabumiX,MengalamiProcessB 也就是Process,Hakistan,Ombak,Sajara,Benturusan Sajara,Benturusan是持续性的 这个Gua,然后持续的在经历海浪的侵蚀 它会形成什么类型的地形呢? 在这个海岸边你会看到的 也就是我讲过的 这个山洞经过长年的腐蚀就会形成这个 这个叫做哥邦拉奥 然后哥邦拉奥在被长期的被浪在侵蚀的话 它的那个顶端 这个哥邦拉奥的顶端是不是会被倒塌 倒塌之后就会形成这个 Batutungo 就是那个一粒一粒的石头 大石头 你在经历那个浪的那个冲打之后 再会形成Dungo 就是比较小的一点那种石头 在退潮的时候你才会看到的 长潮的时候是看不到的 然后还问你D D通常是K-8题目 K-8题目在考试的时候你们不要放弃 因为这个是根据你们自己的个人意见 没有对没有错 可是要逻辑啦 通常你们写有逻辑老师都会给你分的啦 他问 Cadangkan satu kagetan economic yang berpotensi berpotensi 是有潜能 有潜能在发展 在这个X里 X我们讲什么 有什么kagetan economic 什么经济的发展 OK我们可以在X这里 形成的呢 然后叫你Belikan Alasananda 给你解释 OK 所以通常咯 这种地方啦 都是适合做什么 做 旅游咯 Activity Pelanjongan 所以我讲的是 Activity Pelanjongan OK 我highlight check给你们啦 Activity Pelanjongan Activity Pelanjongan 这些游客 Untot monimatic Estimewan Pelanjongan Pelanjongan 有的外国人呢 他们很喜欢这种大自然的东西的 他们特地飞 从各国家飞去各国家看这些大自然的情景 所以这个可以变成一个理由业啦 这些班长人的名字 所以B1是班长人的名字 B1是班长人的名字 B2是弟弟王杀 B3是班长人的 有古龙的名字 B4是 Tama Abu Saba B4是班长人 Croker OK 可以参青 Croker Ingo Dataran Deataran Zohoh Arawa ssarawak 你要看到 Sarawak 在西方 S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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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m Dataran Barat Saba 還有 Dataran Pantai marsava 在我们nota没有讲,可是这个问题他只是问你saba的其中一个罢了 如果你们来不及抄的话,你们还可以重复看我这个影片 因为我要继续讲 然后这个第六题它是叫Namakansungai 它给你选择,这个在我们nota也是有的 在我们nota这个,这里可以找到 Sungai 所以你来看一下,S2它是在 这个是S2,所以这个是什么?Sungai Muda 在Kedda,这个Sungai Muda 然后分隔,把这个Peraq跟Selengo分开的是Sungai Bernam S1 然后这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在巴汉的就是Sungai,巴汉S3 然后这一条呢 这个是在Sarawak的S4,Sungai Baram 然后这个 S5就是Sungai Kina Bahtangan 这一条,Sungai Kina Bahtangan OK,那个核啊,它是70% 那一个整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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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呃,呃 伊加勒·伴跣地制度 伊加勒·伴跣地制度 以上 engines 伊加勒ata 伊加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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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对啊 对不对 然后就讲 第八题 第八题我觉得 你们先不要做了 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答案有点难找 你们先不用做 我们在下一次 我们才讨论第八题 下一堂课 就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